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简称月球条约中规定 月球及其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财产 任何国家 团体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 但是当前主要航天国家和组织正加紧实施月球探测计划 作为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成员国 各国开展月球探测并取得一定成果 才具有旅行月球条约 和分享开发月球权益的实力 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 第二 月球是人类研究宇宙和地球本身的最佳平台 科学家认为 通过利用月面上没有人为改造和破坏的 某些本来面目研究月球 了解月球的成因 演变和构造等诸方面的信息 有助于了解地球的远古状态 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起源和演变 有助于搞清空间现象和地球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 可以极大的丰富人们对地球 太阳系以至整个宇宙起源和演变极其特性的认识 从中寻求有关地球上生命起源和进化的线索 第三 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在地 开发月球是空前艰巨的事业 需要解决一系列难题 这必然会带动诸如大推力火箭 巨型航天器 高速飞行 人工智能 计算机 机器人 加工自动化 精密仪器 摇杆作业 通信 材料 建筑 能源等工程技术 以及空间生物 空间物理 空间天文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第四 为开发利用月球资源做准备 据探测 月盐中含有地壳中的全部物质元素 约有60种矿藏 在月球沿途中 具有丰富的氧 铁 铭 钙 硅 钛 钛 钛 蒙等物质 初步估计 共含有8万亿吨铁 此外 月球上有丰富的能源 尤其是月球上的氦杠三 是地球上所没有的核聚变反应的高效燃料 据估计 在月壤中氦杠三的资源总量 可以达到100万至500万吨 能够支持地球7000年的虚电量 第五 促进深空探测 月球表面的引力只有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 因此航天器从月球上起飞 可大大节省能源 月盐土壤中氧占40% 可以就地生产推进剂和作为受控生态环境和生命保障系统的氧气来源 归占20% 可以为航天器制作太阳电池阵 其他金属可以为航天器制作各种不键设备 还可以用月球做中转站 为过往的航天器进行检修和补充燃料 第六 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的平台 月球表面的地质构造极其稳定 月球直接承受太阳的辐射 没有大气层对光线和电波的吸收 散射和折射等干扰 没有尘埃污染 没有磁场 月球的背面没有人造光源和射电的干扰 地震很危险 同时月球有漫长的黑夜 黑夜温度极低 这种环境为建造高精度天文观测台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第七 推动经济发展 开发月球可以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 而且其他技术的二次开发应用 势必促进工业的发展与提升 如美国研制和发射阿波罗号在人飞船时 就产生了三千多项专利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阿波罗计划中每投入一美元就会带来五美元的效益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